您承不承認这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土 我只能够跟委员说 如果要照您这样讲的话 那外蒙古 现在这个地方所画的外蒙古 我现在是从中华民国的角度 从历史政治上的大陆地区 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请您作为国防部部长 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法律的意涵 对 但是请委员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台湾同无基本马祖记 政府统治权所在之其他地区 这个赖总统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相隶属 赖清德总统的这样的发言 抛弃中华民国的领土 而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个合理化收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本席以为赖清德总统 他才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贼 赖清德总统昨天有说了一句话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需要 再请部长再来回应一下 赖总统说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我想请问部长 我们中华民国在哪里 我想 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金马 已经落地圣根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黄埔在创建的时候 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黄埔创建的时候是中华民国 那后来随着不断的不同的时期 南京成都然后一直到凤山 都是随着中华民国 那所以中华民国在哪里 黄埔精神就在哪里 好因为部长您是法律人 所以呢我不想我们就直接切到法律的角度里面 来谈中华民国的在哪里的这个问题 我想请问部长 从宪法和法律上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中华民国在哪里 中华民国现在有效的这一个统治的这个范围 就是我刚刚讲就在台湾金马 是有效的治权范围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方地图 来请部长 请问您承认这张地图吗 您认为这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吗 我认为我们中华民国 现在有效的统治的范围 就是台湾金马 是我心里想的是领土 领土的范围 对不对 主权包含政府领土人民 我们的领土 您承不承认这是我们中华民国领土 地图 我只能够跟委员说 如果要照您这样讲的话 那外蒙古 现在这个地方所画的外蒙古 我现在是从中华民国的角度 从历史政治上的角度来看这张地图 您承不承认 您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 您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地图吗 我只能够回答说 我们现在中华民国有效统治的地方 好所以你还谈的是治权吗 好所以主权的部分您要回避 来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下一页 我们就从宪法上面来谈谈吧 什么叫做 我们宪法前言里面有讲 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 然后做了这个宪法的修正 什么叫做国家统一 我想 我们要跟谁统一 这个国家统一的这个部分呢 在我们我们现在至少就我的理解 我们现在并没有再采取反攻大陆的政策 是是您不采取反攻大陆政策 还是我们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不采取反攻大陆的政策 至少就我的理解 是 所以是您部长个人自己的意见 来 第十 在我们的宪法第十一条里面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现在涵盖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 接下来下一页 那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两岸地区是包含的台湾 是指的两岸地区与大陆地区 请注意大陆地区的规定 指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 从宪法跟法律的角度里面非常清楚 大陆地区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请您作为国防部部长 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法律的意涵 对 但是请委员看到 我们现在就是台湾澎湖基本马祖 政府统治权所在之其他地区 是 所以这是这一句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主权跟领土的部分 好 来 接下来 好 请下一页 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的规定 好 在我们的宪法 宪法政修条文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领土就是依照我们的固有疆域 非经国民大会的决议是不可以变更 在后来这宪法政修条文里面有讲 如果我们要变更领土 必须要由立法院提起领土变更案 那么并且要进行全国人民的 在台湾地区自由地区全国人民的公投复决 那我希望部长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在我们没有进行宪法公投复决之前 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在宪法还有两岸人民政修条文里面所指的领土范围 接下来下一页 您这个赖总统这个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互不相隶属 代表是说赖清德总统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吗 跟委员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事实的存在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我们不管其他国家怎么承认 怎么是这个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中华民国的角度里面 赖总统是不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 是不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委员报告 您看您这张图 那个蒙古的地区又把它画出去了 我重点在于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有没有包含台湾 如果你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包含台湾 我必须说赖清德总统的这样的发言 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 他矮化台湾 抛弃中华民国的领土 然后而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个合理化收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本席以为赖清德总统 他才是中华民国的卖国贼 赖清德总统说 中华民国的这个前途是有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 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2300万人共同决定 中华民国领土是在哪里 我们有经过宪法公投吗 在没有经过任何宪法公投之前 请不要说这个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上对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以上 国防部的立场就是首途有责 我们捍卫的就是中华民国 统治选所及的地区 我们寸土不让 谢谢 谢谢